所以 那個 250 頭牛 代表 250 條戒 比丘戒 偶爾毀犯一條 然後就順便把另外的 249 條也放棄 世間應該沒有這種愚蠢的人 但是我們在生活中 卻經常會這樣 對不對 反正這一點我做不好 乾脆全部不要做 對不對 所以要怎樣 忍得住自己的錯誤 接受嘛 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接受自己的錯誤 才能夠往前走 持戒尤其需要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然後稱心的第五個缺點是什麼 墮落惡道 墮到三惡道去了 趁心會墮落惡道 反過來安忍呢 能夠趨向佛道 這真是天淵之別 是不是這樣子啊 不能忍 墮三惡道 能夠忍 能夠完成成佛的目標 相信我們應該都有選擇能力才對吧 到底是繼續讓稱心泛濫好呢 或是修安忍好呢 這個答案應該很清楚啦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以安忍對志稱慧 首先 我們明辯得失 對不對 安忍之功德 然後稱慧之過失 我們就能夠願意 願意慢慢的來修這個忍辱 那第二個方法 是要這個是進一步啦 為你修行佛法 已經有信心的人 已經發了菩提心的人來說 為了要成就佛道 所謂發菩提心 我上一次問過啦 我們好多人受過菩薩戒了 對不對 所以明義已經受菩薩戒 已經發菩提心的人 代表著什麼意思呢 代表著我們要修行成佛之道嘛 所謂發菩提心 就是為了利益眾生 念成佛嘛 念修行成佛 成就佛的慈悲跟智慧嘛 這個叫做發菩提心喔 好 那要怎樣才能夠完成這個理想的目標呢 必須修六度啊 剛剛講 所謂六度 不失 慈戒 忍辱 精進 禪定 智慧 對不對 這六項功課 六門課是必修的 不是選修的 缺一門就不行了 那大家想想看 如果沒有靜見讓我們修安忍的話 那我們就沒機會完成六度的修行啊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不是到佛前每天點上三豬香跟佛講 我要不失 慈戒 忍辱 精進 禪定 智慧 然後好 刻三個頭 好 休閒完畢 你說佛在上面心裡在想 你這個傻孩子這不是我教你的嗎 你何必再練一次給我聽呢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所以真正的是要怎樣 要真的要實踐對不對 這個六度要用我們的生命在生活中去實踐 那如果沒有境界線前 我們如何圓滿忍辱忍辱這一度呢 對不對 所以從這一個角度來看的時候 給我們境界的人 其實是來教導我們修忍辱型的菩薩 是不是這樣子啊 教大家修忍辱型的菩薩 不是現在在上課的這個老師啊 這老師也沒有要考試 也沒有給大家什麼苦頭吃 對不對 提供滿好的服務 對不對 那你們對著我哪能修什麼忍辱啊 蠻難修的吧 是不是這樣子 當然是那個給我們境界的人啊 你知道嗎 我這幾天 我昨天這幾天大概 像昨天我到現在為止 我大概睡到三個小時 然後這幾天幾乎每天都這樣子 然後前天 我實在是 我們禮拜四要剃頭嘛 然後剃頭啊 我們山上規定全山 我們出家人都是禮拜四要剃頭 那到了早上十點多了 我想說好我要休息一下 總算寫了要教的稿子 告了一個只剩下結語還沒有寫 我就想說好什麼一口氣 可以來去剃的頭 再說 我就上樓 我在二樓 我們的圖書室在二樓 那我們住在五樓 我就實在很累啊 還好我是搭電梯啊 所以我是搭電梯 然後 但是我經常按錯 因為辦公室那邊是四樓 所以我經常會四樓跟五樓會按錯 但是我搭電梯我覺得我沒有按錯啊 所以我就反正就走 就走到我放毛巾的位置 嚇了一跳 我說毛巾都不見了 然後再看 嘿 這個桶子也長得不像我的 你看我的水桶上面又放一個臉痕 我從來沒有那樣放過 所以我說 我真的太累了 走錯樓層了 然後再看說不對啊 前面那個牙膏牙刷明明是我的呀 那這個桶子為什麼是別人呢 那我的桶子哪裡去了呢 哇這好難喔 我那個腦筋都撞不過來 原來我覺得我太累了 我到底現在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這種事情基本上是不會發生的 因為我們出家人一個蘿蔔一個坑 每個人的東西位置都是固定的 怎麼會這樣呢 我就搞不清楚到底什麼狀況 你看 哇 不得了 有一個小天使幫我把我的毛巾 泡在醋裡邊 這是什麼不會發生的事情 用一盆醋把我的毛巾泡在裡面 你看 哇 喔 那個第一個時間真的很生氣耶 尤其當知道那個是醋的時候 到底發生什麼事 反正不知道啊 那個考驗喔 那個自己覺得自己 所以現在講課很方便啊 對不對齁 要把給我們境界的人當作 什麼 當作教我們修安人的菩薩 要把幫我們做事的人當作小天使 問題是他沒有先告訴你的時候 你馬上就 你馬上你就有問題 你馬上所有的負面情緒都會跑出來 喔 馬上就這一條沒過關 所以這個真的是講得容易做得困難 但是他就是我們修行的功課嘛 是這樣子喔 對不對 好 所以 以安人對志成會 這樣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讓我知道 真的有得失分明 取捨明確 還有什麼好懷疑的 對不對 真的要做 真是困難啊 對不對 發了菩提心了 出了家了 想要這個必修課 困難啊 真的是不容易的 真的不容易 但是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要努力喔 是不是這樣 只要精進修行啊 再來 釜底抽薪的辦法 把這一段講完再下課吧 釜底抽薪的辦法 以智慧斷離 稱 這個稱慧施 這個稱慧施 對 好 這樣 在那裡